大家也很關心高鐵幾時復運 希望大家都明白 高鐵香港段影停止提供客運服務接近三年 需要一些時間為恢復服務做一些準備 包括演練、試運等 特別一提的 無論是港鐵公司或者國鐵集團的車長 和相關工作人員 都需要時間重新熟習有關的程序 以及由香港至廣州的整個路況 以確保運作安全和穩妥 由於涉及的車長更多 單是香港方面的車長已經有約40人 加上現在在內地段的線路 都是如常行車的 我們要在行車之中 找到一些空檔來進行試運 計及所需的時間 高鐵服務 我們預計將不遲於1月15日恢復運作 除了恢復西九龍站至福田、深圳北、廣州南的高鐵服務之外 往來西九龍至廣州東的高鐵服務 亦都會在高鐵恢復服務當日開通的 我想請大家